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上午好。 愿大家平安,并且身体健康。 感谢赞美主在今天非常喜乐的上午中,我可以站在你们当中。 来分享我所要分享的信息。 那么神的话语的语言是从列王记下第五章第一到第五节。 从列王记下第五章第一到第五节。 我们读经听到之前,我们先一起来地头祷告。 我们祷告。 我们倚靠你的圣灵的帮助。 你的两位仆人将要读你的话语并且分享你的话。 在你的恩典中,你求主你自己来联名来带领他们。 。 让我们不但可以顺利的这个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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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祂是教会之手,我们奉祢的名祷告。 阿们。 我们翻开列往基西亚第五章,第一到第五节。 有中文,由我用中文来为弟兄姐妹们读。 《耶稣基西亚第五章》第一到第五节, 神的话这样子告诉我们说, 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伟大, 因耶和华承接他使亚兰人得胜。 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马峰。 现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 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 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 她对祖母说, 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 必能治好她的大马峰。 乃曼进去告诉他, 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 亚兰王说,你可以去, 我也打信于以色列王, 于是乃曼带银子使他连的, 禁止六千色刻了, 一赏十套就去了。 父亲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那我们知道一个公开的一件事情, 我们看到很多大城市的家庭, 甚至在万隆的这个家庭, 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危机, 就是我们缺少或者缺乏所谓的这个家用。 如果我们跟一些的这个姐妹们对话, 那么今天他们在家庭里面的其中一个挑战是什么呢? 他们就会说,这个时代呢, 我们要管理好我们家里面的用人实在很不容易。 那我们千万不能期待他们成为一个重心的这个用人。 那他们才刚进来工作,很快就已经离职了。 然后他们每一天随时都在拿着手机。 那么他们工作非常计较。 那么我们真的很难看到, 现在的这些用人或者保姆他们可以做得很好, 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感激。 他们很难受信任。 他们很多的要求。 那么很多做太太都觉得如果要养活这样子的一个用人或者保姆会吐血啊。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因为每一个家庭都需要所谓的用人。 那么有一些的人他们想要让这个保姆过都好一点。 所以他们不教他们为用人。 帮助手。 称他们为家庭的助手。 给他们一个很漂亮的制服。 让他们可以觉得自己是一个受信任的人。 有价值的人。 但是那原来也差不多。 但是那原来也差不多。 那么在列王记下第五章。 从第一节。 那么我们在里面可以看到有几个人物。 也计划。 baik itu keluarga panglima Raja Aram yaitu Naaman。 不论是 Naaman的家庭。 也计划。 也计划。 或者一个小女子是从以色列国所拥来的这个小女子。 在里面的中文。 那么列王记下第五章。 第一到第五节。 就在讲论这些人物的生活。 不仅仅在那里面的一节目。 那么不仅是讲到这个 Naaman是亚兰王所尽聪的一个元帅。 甚至呢他这个 Naaman这位元帅他在亚兰国的贡献盛大。 那么在这里也讲述到一个小女子就是以色列国所拥来的一位小女子。 那么如果我们仔细地看这位小女孩的生活的话呢? 那么她是一个被如来的一个小女子然后在来曼家修士她们。 那么这里没有讲述到关于她一些负面的这些事情没有。 比如说她还很小然后很时常在那边哭。 然后她也是一个在那边贪心不满意在那边埋怨的一个小女子。 然后她是一个懒惰的人。 哇, seringkali kata-katanya bohong。 她时常讲骗话。 disana tidak diceritakan akan gadis atau anak perempuan ini melakukan perbuatan seperti itu。 那么这边没有讲到这个小女子有做这一些不好的事情。 lainkan semua menceritakan sesuatu yang tidak ada negatifnya。 那么这一些她讲到关于她的这些事情都不是负面的。 我们怎么知道呢? 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位小女孩她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呢? 当有一天呢, Naiman这个家庭出了一个问题。 他们面对一个困难。 什么困难呢? 那么这么有名的这个勇士 Naiman 是Yalan王所尽中的元帅。 她生病了。 甚至她所生的病是这个大麻风病。 很严重。 很危险。 那么这个家庭出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那么这个小女子她那个时候在她们家服事的时候听到她主人出了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小女子的这个反应如何呢? 她是否在心里面想? 啊, syukur, syukur。 感谢,她就太好命了。 她这个主人这样子把我从以色列国弄出去。 现在你生病了。 现在你生病了。 那我就在你的痛苦上我就欢喜快乐吧。 那希望你生病继续生到你死。 但是这位小女孩呢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而当她听到她主人来慢生这个大麻风病的时候, 她可能心里感到非常的同情她。 很严重。 她有一个这样子的主人她为她祷告。 她不单做这些事情而已。 她能够成为她主人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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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她作为一个仆人,但是她愿意冒危险。 她能够成为她主人的祝福。 不管别人看她是一个多广显示的小女孩也好。 或者认为她是一个不自量的人, 因为只是一个小仆人,小女孩怎么敢说话。 不管别人怎么看待她,她都会承担这一切。 如果主人骗她,主人觉得她多管显示,她都不管。 最重要的就是我爱我的主人。 我对上帝有这样的信心。 我对上帝有这样的信心。 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机会, 她透过她主人太太,也就是这个内曼的妻子, memberitahukan。 告诉。 ibu, ibu。 她说, 主人啊。 如果说, 如果奈曼先生。 如果奈曼先生。 要去去 Samaria, 在那里有一个奈婦, 予以利沙。 她要去这个, 如果奈曼先生。 就必定会一好。 哇, ini suatu perjuangan yang tidak mudah。 bagaimana seorang pembantu, 她是一个仆人, 她能够给出一个想法。 先给她很有名, 很伟大的这个主人。 好让她的主人来曼, 可以去看一个仙子, 去那边移兵。 就是她的敌国的这个仙子叫做Elisa。 可是呢, 这个小女子她很公开, 很明白地把这件事情说出去。 她的主母就怎么回应她呢? không嫌疑她, 不管她的主人不可以当事, 她的主人不怕她, 不但只是相遇见她。 他要听她的不看她。 反而好好的听她的话, 并且给她一个很好的回应。 她就告诉她的丈夫。 那里面。 她就告诉她的丈夫。 这个仆人就是这位小女儿, 告诉你, 提给你一个意见, 叫你去那边, 去找Samalia的一位仙子, 那么我保证你一定会痊愈的, 为什么她可以听和信心, 那么为什么她的话是可以信任的呢, 因为我相信这位小女儿, 虽然她只是一个仆人, 但是她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 她在她主人面前的这个表现, 她是非常非常地好, 她说是就是, 她说不就是不, 她们在与其诚实的做每一件事, 因此虽然她只是一位仆人, 跟这位亚兰国的元帅来比较的话, 你的非常远就像天理的那么的远, 但是她给出那边的意见, 去Samalia去找这位仙子, 那边听说最伟大的, 第十节当 Naiman把这句话告诉她的王, 就是亚兰王的时候, 那么这位国王,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就是牵涉到我这个病痛的医疗过程, 那么他完全地应用了这位小女子, 这位小仆人所说的每一句话, di dalam ayat keempat itu, begini, beginilah dikatakan, anak perempuan pelayan itu, 那么在第四节, 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 artinya, segala sesuatu yang dikatakan oleh, anak perempuan ini kepada Naaman, dikutip dan disampaikan kepada Raja, 意思就是说, 这位小女子对 Naiman所讲的每一句话, Naiman也把这些话告诉了国王, di sini Raja tidak, ampun, ampun Naaman, 在这里国王也没有继续他, pusulan pembantu anak kecil itu saja kau dengar, Naiman, 你怎么会听从一位小女子, 一位小仆人的话呢, kau sungguh-sungguh sudah keterlaluan, tidak nalar, 你实在已经失去了你的逻辑了, tetapi Raja Aram juga, tidak mengatak-ngatai seperti itu, 但是 Yalan王也没有这样子继续他们, melainkan ketika dengan sungguh-sungguh, Naaman menyatakan, begini-beginilah yang dikatakan, gadis perempuan itu, 当 Naiman在 Yalan国面前, 重复讲述这位小女子, 所说的一切话的时候, Raja Aram menerimanya, dan bahkan, mau merstuinya, supaya segera berangkat, dan akan diberikan surat pengantar, 那么 Yalan王就非常的认同, 并且准许他, 并且答信于以色列王, luar biasa sekali, 那么这件事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 我认为, 那我认为, Naiman全家对于这个小女子的信任都, 不是因为他已经走投无路了, 但是这个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所造成的, dimana penampilan, sang anak perempuan pelayan ini, di mata Naaman, 就是这个小女子的整个表现, 在 Naiman远前, sudah tidak bisa diragukan lagi, 是毫无怀疑的, selain dia jujur, 她是一个诚实的人, 她是一个可信任的人, 她 juga punya kasih kepada Tuhan, 对她主人也有一个爱心, 因此他讲的每一句话, 都被她主人所听进去了, melainkan ditangkep, sebagai sesuatu, ini benar-benar berita anugerah, buat Naaman, 那么 Naiman, 看待这个女子所说的每一句话, 是一个恩典, 是一个好事情, 她就听从了, 然后 Naiman就去了, 回应这个小女子所说的, 并且按照她所讲的每一句话, 照着做, untuk bertemu dengan Nabi Elisa, 她去见, 在那边的这个 Elisa先知, 那我们能够学到的功课, 是什么呢, 兄姐妹们, 我们也许是一个很平凡的人, 我们是一个平凡的百姓, 但是在我们生活里面最重要的, 我们千万不要看不起我们自己, 更何况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已经成为了天父上帝的爱子, 我们千万不要这个自卑, 我们觉得我们不敢说出真理来, 我们不敢分享我们的信心, 我有一段时候也觉得非常难过, 在这些传福音的这些策略里面, 在这些传福音的这些策略里面, 那么很多时候在神父中间, 先不要说这些做会有的, 连神的仆人自己, 那么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 我只是一个小传道, 是一个年轻的, 是一个信赖的人, 我怎么能对那个商人, 那个专家说话呢, 他是一个高级的主管, 那么千万不要派我去跟他传福, 因为他祷告你,派别人去吧, 那么有的时候我们真的非常难过, 那么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们, 但是我们心里面的那种自卑, 也让上帝觉得非常麻烦, 因为上帝已经给了我们权柄, 上帝已经装备我们, 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成为光明之子, 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没有信心, 那么这位奶妈的家里面的仆人, 这个小女子, 她真的没有什么, 她什么都没有, 连她的名字都不记载下来, 没有说这个是, 阿弟或者阿弟用人没有, 他们是一个平民,平凡的人, 但是呢,不知不觉上帝就把这个小女孩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那么她对于神的信心是很正常的, 是从来不停止的, 从来不消灭的, 那么她去到别人, 的国家, 她被掠到一国他乡, 然后在那边当个佣人, 当个仆人, 但是这一切都没有让她与神的关系各举, 那么她心里面, 甚至觉得上帝呼召她要爱别人, 甚至爱她的敌人, 她是很忠心的,很活着的完成这个使命, 那么一切都有时间, 当她当个仆人的时候, 她就做个好仆人, 当她工作的时候, 她非常引擎地去工作, 当她要在主人面前负责她的话, 她也说是或者不是, 这两者都分得非常明, 她愿意成为她自己, 按照她的本性, 她仍然在主人面前, 她对于上帝, 对于真实的信心, 那么不单是在她心里面有这样子的信心, 在她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看得非常清楚, 因此呢, 当上帝给她那么一个的机会的时候, 她知道她的主人, 那么她就展显了她的信心, 她就说出了一句非常重要, 让乃曼可以蒙福,可以痊愈, 对,她在一切的事情上有信心, 也因此她可以成为奈曼的祝福, 弟兄姐妹们, 我们是上帝所信任的人, 祂要我们成为光明之子, 让我们无论在何处, 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有所信任的人, 在我们的言语上, 在我们的行为上, 我们可以受到别人的信任, 只要有一天到那个时候, 我们要说话, 那么我们所讲的话, 不会被认为是一个空话, 是没有意义的话, 而是一个真实的话, 里面有爱, 那么那些事情好像是不可能发生在别人的国家身上, 就像我们看到, 其实亚蘭国的这位元帅, 他根本不可能痊愈了, 但是因为上帝的大能、大力一致她, 所以她就痊愈了, 我们要效法她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让我们可以效法这位小女子, 这位仆人, 那么人家也许看不起我们因为我们的外表, 那么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没有成为世界最有名的人, 我们每天都待在家里面, 而我们的信心一天比一天更加的成长, 更加的坚固,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那伟大的奇妙的上帝, 那么因此我们就可以完成, 上帝要我们完成的大事就像, 乃曼得了痊愈, 上帝时时刻刻祝福我们使用, 你要仰望, 要守住上帝所拖给你的那个力量, 千万不要依靠自己的力量, 这一切我们自己的力量让我们走得越糟糕, 但是当我们依靠上帝的时候, 我们原本只是一个软弱的人, 但是上帝可以使用我们成为一个伟大的人,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个平民, 百姓不成问题, 但是在上帝的眼前, 祂会使用我们成为一个伟大的人, 成为众人的祝福, 就像这位小女子一样成为来曼全家的祝福, 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个人, 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谢谢你, 用你宝贵的话语, 你提醒我们, 虽然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在人群当中 也许我们不是一个有成就的人 我们只是一个软弱的人 但是主在你面前 我们是一个 你看为珍贵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主你已经拣选了我们 你为我们死 你救赎了我们 因此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 我们为你所 赐给我们这样子的身份 而献上感谢 教导我们明白自己的身份 有多尊贵 教导我们明白自己 在你面前有多尊贵 教导我们明白 你对我们所怀的意念 是何等的美好 是何等的伟大 帮助我们可以活在你的计划里面 帮助我们每一天 都可以活出我们的心心 帮助我们每一天 都可以造就我们周边的人 透过我们的话语 透过我们的行为 透过我们的福师 让我们周边的人可以蒙福 可以看见你 上帝 实在活在 我们里面 求主恩待 各位的弟兄姐妹们 让他们 虽然 也许面对一些的软弱 面对一些的限制 但是他们信心不至于软弱 他们不至于伤胆 而是他们可以在你里面 一天比一天更有力 重新得力 来跟随你 来服侍你 感谢恩主替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名求 阿们 阿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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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le 小火